陪着孩子来读书 不可以陪着他的孩子 要陪着别人的孩子 我们培养家长做助教老师 让家长在孩子的心目中 也是老师的身份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教育 就是有梅花书院 希望每一个孩子呢 从五岁到十二岁 砸根他的孝道 他的尊师重道 他的人生种使命感 所以才以地址归 以三字经 以唐诗 以道德经 金刚经 心经 来成就我们的梅花书院的孩子 如果不懂的教育 那么海童就会与失了美好的自信 而被不善的实性所影响 进而自干堕落 进一步的社会冲突 源自于人自信与实性的冲突 所以想要放解生命的冲突 在于有好的人理 道德 因果的教育 实际上是我们的成长 高雄超级的 关注国际动画节 由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动画学系筹备办理 今年迈入第七届 透过国际公开针见的过程 不仅成功将影展推广到世界舞台 更成为全球各地优秀动画艺术家与导演 关注的重点影响 台北当代艺术馆也在2013年加入合作串联计划 透过展览期间的作品播映展示 其部推动国内外的动画创作与影像视野 其中关注动画奖是动画节精心策划的每届重点项目 吸引来自全球超过千部动画短片报名竞赛 最后选出31件作品 入为一般竞赛主 55件作品入为学生竞赛主 56件作品入为观谋片 影片类型多元 涵盖数位传统